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本次课程的总结 我们第四章是我们APP数据抓取爬虫的入门 那么本次课程我们首先是通过设置代理 也就是说设置我们模拟器的代理服务器到我们的本地电脑上 我们本地电脑是谁啊 就是我们安装Fiddler软件的这台电脑 我们先把爬虫停掉 已经停掉了 就是说我们的夜深模拟器需要设置代理 代理是谁呢 是我们的Fiddler所带的IP 设置完之后设置相应的端口 这样我们在启动豆国美食的时候 我们Fiddler就可以抓取到相应的数据了 抓取到相应的数据包之后 分析数据的接口是一个门槛 是一个难关 如果你能分析到你想要的数据呢 说明你的爬虫已经写一半了 那么这里呢 通过相应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豆国美食它的请求数据接口呢 一般是以API.豆国.net这样一个主机头开始的 那么我们需要请求的呀 是菜谱分类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哪一个数据包呢 是菜谱分类的数据包 最后经过我们查找啊 我们找到了菜谱分类的这个数据包 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API.豆国.net RECAPE flagcat logs这样一个API 拿到这个API之后呢 我们呢 再分析它的请求头 分析它的请求头之后啊 发现呢 它是一个post请求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封装这样一个request的函数了 也就是说handle request 封装请求函数 这里边呢 是相同的请求头 请求头啊 是经过相应的处理的 也就是说呀 这里边有一些字段呢 是没有必要提供给服务端的 这呢 也是一种反反爬的策略 如果你提供了所有的数据 比方说这个mark地址 那么它就会通过这个mark地址啊 发现你有大量的请求过来 它就可以封掉你这个mark地址 这样呢 你这部手机啊 除非你换了固件 否则呢 你是抓不到它的数据的 这个mark地址呢 是全球唯一的 当然呢 我们的模拟器啊 可以随意的伪造 这里呢 可以随意的改 这个IMEI 我们呢 也可以随意的改 我们去掉一些比较刺眼的参数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请求豆国美食的数据了 在这里呢 我们进行了相应的代理的设置 我们呢 从最开始抓取数据包的时候就说代理 我们在爬城的时候呢 也在说代理 这两个是两回事 一个呢 是我们抓取数据包的时候 所使用的代理服务器 另一个呢 是为了规避对方发现我们 伪装我们爬虫的时候 我们所使用的代理IP 这两个啊 大家一定要区分好 这里呢 是设置的代理IP 这样呢 我们一个请求函数就勾到好了 紧接着我们去请求了什么呀 就请求了我们菜谱分类这个页面 我们呢 叫它handle index了 把菜谱分类页面请求下来之后呢 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把它放到了对列里面去 这个对列是如何来创建的呢 我们呢 引入了这样一个包 引入了对列 在这里呢 我们创建了对列 创建对列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通过put方法 向对列内部放数据 使用put方法 向对列内部放数据 放完数据之后 我们为了直线多线程抓取 我们演入了什么呀 演入了现成词 现成词是通过哪个包 演进来的呢 是通过这个包 通过这个包 演入现成词 演入现成词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处理函数 放到我们的现成里面去运行了 那么我们处理函数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里 现成的处理函数 也就是说呀 我们呢 可以把对列里面的data呢 盖的出来 盖的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放到我们这个函数啊 里面去用了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请求的是什么呀 请求的是菜谱的列表页和详情页 这里边呢 一共发了两次请求 这是第一次 以及呢 我们在请求detail的时候呢 又发了一次 这样呢 我们就拿到了所有的数据 最终呢 放入到我们的MangoDB当中去了 这样呢 我们一个用多线程实现的 App数据抓取呢 就实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